我們看到這是中國工商銀行 這除了是中國最大 也是全球最大的一個銀行 他們總資產高達五點七兆美金 結果現在居然慘遭駭客毒手 這事情發生在最近 那就發現說駭客組織 叫Lugbit 就攻擊到中國工商銀行 位在紐約的子公司 然後導致當時美國國債的這些交易結算 通通被迫暫停 然後這些內部銀行人員 也被迫要用外部的email 來進行對話溝通 好那現在這個事情傳出來之後 大家就發現這個詐騙 應該說這個駭客組織 他過去也曾經鎖定 包括像是波音還有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他的手法是什麼呢 非常簡單粗暴 就是我先偷你的資料 然後把這些資料加密起來 告訴你 你不給錢我就搗蛋 你給了錢我就把資料還你 那你不給錢 我就把這些資料放到暗網上 讓你的競爭對手得到 好那當然很多的公司 當然被這些駭客組織鎖定之後 就會想辦法付錢嘛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陳彥閣 到底這個駭客組織是何方神聖 因為現在這種駭客組織 已經不像過去是單一個案 或是個人的行為 因為過去確實有很多這個年輕人 他的電腦程式語言的能力非常的強 他自己當一個駭客侵入了某一些系統 然後做了一些資料的更改 但是他不會跟你勒索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這變成一種組織型的犯罪 你看這個中國工商銀行 目前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 他的資產規模是五點七兆美元 比這個 三點七兆還多 所以被盯上了 那當然盯上 你說盯上他 他去拿哪裡的資料 還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因為這個中國大量的持有 美國的債券超過八千億 那美國的債券市場 在總規模二十六兆美金 在交易的過程中 你要知道 那個是多麼龐大的資金 在電腦上面的一個流動 我買進 賣出我的對接 還有我的資金的流向 結果呢 這一個駭客 我真的覺得他們這個Luckby 因為目前就全世界 所有的駭客的這個受害者 基本上有百分 我看是超過百分之二十六 是他們的行為 百分之二十六 然後這種受害的比重 已經拉高到百分之四十七 所以你說工商 工營受害 是不是單一個案 絕對不是 他們都是有計畫的在犯罪 而且你看他挑的就是 你剛好重要的 你這個美國國債要交易的時間 我知道這時候我切進來 我駭入的時候 你會整個金融 真的當時的美國市場陷入混亂 卡住了 奇怪 突然工營要買 買不到 別人要對接接不上 甚至到最後還道歉了 美容銀行九十億美金 那我問你 你要不要付贖金 他要付贖金也很簡單 就你透過加密貨幣 把贖金付給我 所以你也沒辦法追蹤 完全沒辦法追蹤 好那付完以後 他就告訴你說 OK 一切正常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牽連太廣 所以連美國財政部也在關注 因為你說工營是中國的公司 可是問題是雖然不是受受害的 不是美國企業 可是是工營在美國的子企業 這第一個 第二個美國國債市場 所以有一就會有二 那未來他假設要癱瘓 美國國債 這個這件事情是不是變得非常的簡單 很可怕 那我剛才在講這個數字 其實增加的非常的驚人 以今年上半年來講 比去年下半年 既然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為什麼 很簡單 我都會得逞 我會得逞 你看第一個 我把你弄亂了 我叫你付錢你就付錢 第二個是什麼追蹤不到 你根本就算你 即便你知道是誰 美國FBI或者中情局 有沒有辦法逮捕 可能沒辦法逮捕 我覺得可能要直接暗殺 這是我自己亂說的 所以現階段 我們也看到這個Lugby 佔的比重這麼高 你就知道背後不簡單 當然為什麼我說不是單一個案 過去還記不記得 曾經台積電不是被傳出來 那個一傳出來 台積電股價暴跌 結果跟他無關 結果後來發現說 不是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因為坦白講 大家真的會害怕 因為如果真的是台積電 他可能可以侵入以後 讓你的機器頂擺 那個損失是非常非常慘重的 那包含民谷屋 包含這個美商波音 像民谷屋港 當時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整個傳運公司都被停滯了 好 那問題來了 Lugby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做的這個事情是什麼 叫做軟體級服務 什麼意思 他廣發英雄帖 你是不是駭客 你也是 你厲不厲害 很厲害 你會不會寫軟體 你只要負責幫我寫軟體就好 你幫我爬蟲 你的軟體可以爬蟲也可以買毒 OK 你就是我要的 而且重點是 你寫完 以前是我自己是駭客 我會寫 我要自己去放毒 對不對 現在不是 我寫軟體的是寫軟體 放毒的是放毒 所以我寫完軟體 我為什麼叫軟體級服務 就是我寫完軟體 我就收到錢了 好 那這個放毒的行為有沒有成功 勒索對象有沒有成功 不關我的事 但是如果我的軟體寫得非常的好 讓這件事情進展得非常順利 這聽起來也很詭異 就我的業績很好 因為我的軟體 我還可以分紅 一百萬一千萬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他現在就是廣發英雄帖 邀各路的這些駭客 那據說背後的這個這個操盤手 就是這位叫米哈伊爾 馬特威耶夫 甚至這個其實調查局已經發布了國際 國際這個叫國際通緝犯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人有多猖狂 這是一個俄羅斯的這個 我不能叫他恐怖份子 但他他就是一個壞份子 可惡份子 可惡份子 他多可惡 可惡到他自己把這個通緝的照片 就做成T恤 該不會他還穿上身去逛大街吧 不只逛大街 他還在推特上面公布 而且很臭屁 然後還賣這個T恤 然後甚至還拍音樂 然後很臭屁說你來抓我啊 什麼之類 因為他在俄羅斯 你美國沒辦法引渡他 所以他說我只要不出俄羅斯 你永遠抓不了我 而且他說他不是駭客 他叫經濟運動份子 他是創造知識跟經濟 你說可不可惡 但我覺得要小心 就我們今天特別分享 這個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現在鎖定的IT 甚至有傳統產業 醫療服務產業 那未來可能你自己要隨時去更新 這種網路安全 不然哪一天被駭客入侵 損失會很大 好 謝謝陳彥哥